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哇拉艺术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在当代艺术市场当中 你绝对不可以错过的五个新进黑马艺术家 那这些呢都是我今朝细选筛选出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关注拍卖行的一些新闻啊消息 有很多呢我们素未蒙面的艺术家 但是拍卖的价格呢却比预估价上涨了十倍啊几十倍的一个成交额 真的是令人傻眼 其中呢很多艺术家都是近几年在疫情之后的期间呢才进行上拍的 但是呢他们的年龄都非常的年轻 70后啊80后的艺术家 那艺术作品呢其实拍卖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价钱却引得海外的商家争相购买 那他们的作品呢也为拍卖市场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五位黑马艺术家 第一位艺术家呢是来自波兰的1984年出生的女性艺术家 她的名字呢叫Iva Yuskavich 她呢也是波兰最富盛女的艺术家之一了 她的作品呢在拍卖场上的预估价呢 也超过了15倍啊20倍啊或者更高的一个金额 她的一幅2014年创作的作品 吴婷呢前不久在加世的上海晚餐拍卖当中 以260万元价格净得 最后呢成交价是327万人民币 超过了预估价的14倍 这艺术家的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的具有欧洲这种感觉的风格 那她的作品呢其实真的是根治于欧洲肖像绘画的古典传统 她呢通过改变女性形象与面孔之间关系的形式呢 尝试在作品中平衡人性啊与非人性的元素 那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呢也借鉴了从文艺复兴啊到19世纪的各种资料 在视觉上呢也挑战传统欧洲古典绘画 对女性美的刻板印象 通过结构和重组将历史上艺术作品中女性主题呢进行了全新的演绎 那这位艺术家呢在去年2021年是首次的亮相了拍卖市场 那她成交作品呢总共有17副 其中两副呢是纸上的作品 剩余的作品呢全部都是油画 那所有的作品呢都成交了没有过流拍的记录 那她呢其中有6件的作品呢单价都超过100万元 最贵的作品呢是创作于2013年的这一副蓝衣女孩 那去年呢在纽约福益斯以73万美金成交 那人民币呢约466万 目前呢这位艺术家的作品 由高古轩画廊啊还有阿尔敏莱西画廊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了那我们来说一下第二位艺术家 她的名字呢叫做Joe Meisler 她之前呢是一位艺术经纪人 在40岁的时候呢开始成为了专职的艺术家 她一直生活在美国的洛杉矶 她的作品呢也在预估价的10倍以上成交了 最近呢有消息称她在龙美书馆呢 获得了产胆的资格 那因为这个消息呢也更使藏家去争相的交价 在早前呢像是上海的晚间拍卖会当中呢 她的作品五体你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呢 由于藏家积极的竞价 最后以450万落锤总价567万成交 超过预估价的9倍多 也创造了艺术家的个人成交记录 梅斯乐的作品呢大多由大胆的风格画图案构成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些热带植物啊 然后呢让人联想起来了20世纪中期装饰艺术的标志性形式 好像异域风情的印刷壁纸一样 那在这些场景当中呢 艺术家加入了文字呈现了短语 实践了字母构型 并将其融入在画面的构图当中 自从2020年首次上拍以来呢 短短的时间内呢 有22幅作品今天上拍了 仅有一幅呢 留拍了甚至的作品呢全数的成交 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当中 俏皮活泼的图像与文字呢 非常的受到亚洲厂家的喜爱 中国大陆啊 香港地区的成交呢 占了艺术家总成交额的一半以上 梅斯乐的作品呢 现在由国际知名画廊伊威格所代理 好了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三位艺术家 Emmanuel Taku 他是1986年出生在加纳的一位艺术家 他作品呢 也都超过预估价的十几倍成交 作品当中呢 主题总是由连体双人肖像构成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一种半神化英雄的感觉 他的绘画呢 描绘深色的肌肤 并以报纸拼贴点缀其中 在丰富了色调的同时呢 使他们的面貌更加疏离和陌生 这些由于创作期间收集的 当地日报上的文字和商标的碎片呢 交织于作品构造之中 像一个时间车一样 模糊了形象固定在具体的世界当中 同样呢 反复的一世纹路呢 被直接撕网印刷在画布表面 通过凸出画布材质的物质性 来切勾画面的构图啊 和虚构的空间 那这种多媒体的创作方式组合呢 营造了动态的视觉效果 后者呢 在其设备景的平面与空白的 纯粹之下呢 被放大 他库的作品呢 进入拍摆市场的时间非常的短 而作品呢 也仅仅只有几件 但是呢 价格却是非常的高 去年7月的时候呢 在伦敦富益斯上海 仅仅是6.93万英镑成交 但是去年11月份呢 在纽约富益斯呢 以18.9万美金成交 短短的时间内呢 打破了记录 再到这一次 加斯德的拍卖 以163.8万元成交 短短的时间之内呢 实现了价格的三连条 真的是涨得速非常的快 那他呢 现在有一家比利时的画廊期待 第四位我要介绍的艺术家呢 是Hillary Petries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他的作品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位艺术家 他是1979年 出生在美国加州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呢 非常的表现了他在加州的生活 就是一些日常琐碎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图案啊 还有一些形象 比如说他会画一些只猫 画一些 嗯 一个书架啊 还有朋友啊 或者说 街上的一些街景 这位艺术家呢 在2019年才成为全职艺术家 之前呢 他为了平衡工作呀 还有妈妈的责任和角色呢 在2019年才决定成为全职艺术家 我听说他之前呢 也在画廊系统工作过 那他这个作品呢 大多数都是以日常生活中拍摄的照片为基础 他自己啊 或者生活空间啊 一些街景啊 旅行时发现的一些风光啊 都在绘画当中进行了表现 他的作品的价格呢 也是我看着一直一点一点点涨上去的 那我不知道这些层家为什么这么快的去把作品丢出来 但是呢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机会 能够买到他的作品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有很多的画廊也有带领他的作品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啦 那我们接下来聊第五位艺术家 Molko Bafu 他呢 是1984年出生在加纳的艺术家 这位艺术家呢 是以前以来全球非常矚目的一位艺术家 因为他创作的方式非常的独特 他呢 是用手指去进行作画的 他不是用传统的刷子啊 这样去进行创作的 那他呢 从小生活的也非常的贫苦 后来呢 到了维也纳学院去继续的学习进行创作 也受到了维也纳分离派的影响 他的创作主题呢 都是以黑人作画 他呢 喜欢以纯色作为他画面当中的背景 去衬托人物主体的鲜明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强烈的对比 颜色冲突都非常的漂亮 他关注黑人的文化啊 黑人的身份 他所创作的大型黑人肖像呢 线条非常的明朗 纹理也很清晰 让旁观者呢 也沉浸在他画中人的目光之中 那这位艺术家呢 在2020年 二级市场首次亮相之后呢 就获得了超过高物价13倍的成绩 那此后呢 价格以天文数字般速度成长 2021年呢 他接受委托为亚马逊旗下的公司火箭飞船 绘制了三幅画作 他的作品呢 在2019年巴塞尔迈阿密的展场当中的几分钟就全部售禁了 因为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能够有人带入感 就是你看着他画中的人物的眼睛的时候 你觉得他也是在对望着你 你非常能感觉到他的一种情绪性的表达 那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呢 现在在一级市场当中也是非常能买到的了 他其实也算是当代年轻黑人艺术家的一个代表 他的黑人肖像作呢 也为美国的总统啊去进行了一个创作 那他呢 无论是在时尚界啊 在美术馆啊 都非常的受欢迎 那也用他的一句话来作为今天的结尾吧 对我来说 绘画基本上是用来记录和传颂 作为黑人的意义 好了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我今天介绍的五位艺术家能引起你的关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他们的艺术走向吧 如果你能在一级市场当中买到他们的作品 我首先要恭喜你 你可能就要成为富豪了 接下来呢 我也会录制更多艺术相关的视频 拜拜